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如何从八字去看亲属间的关系 在八字里面 其实亲属间的关系 他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而因为各门各派 他的看法不见得一样 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看法 在五行派 他一切手座都是从五行流通上面来看 所以他第一个一定是看该十神的五行流通 例如你要看母亲就是看印 你要看父亲就是看财 你要看兄弟姐妹就是看比肩结财 去看这一些十神他的五行流通 假如他是被生的 我们当然知道说他算是不错的 那贝克当然就是 可能你跟他们的相处是不好的 是被合走 你的鼻尖结财有被合的 他就是一种平稳的像 比较冷淡 但是不好不坏 所以在五行派 第一个先参考五行流通 先看一下他这个十神的一个状况 是好是坏 第二种看法 当我们看出来他是好是坏的时候 我们再批完命 五行派他的一个特点是 批完命以后 他才来找用神 跟传统学派先找用神再批命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用神 他就是代表的 对你有帮助的 这个用神 有的时候 他也会是你所需要的 所以有些人 他日主授克 日主授克他需要印 他在不自觉当中 他就会怎样跟妈妈 比较亲近 然而因为他日主授克 才升官克日主 所以他在不自觉中 就跟爸爸 他会离比较远一点 所以他的用神会在无意中 他会比较亲近 他的祭神 他会在无意中 他会产生隔阂的现象 所以各位 这种用神 他也是一种考量的依据 我一再强调 五行派的用神是 已经批完命才给你的 并不是批命前先抓用神 所以这个概念请你们清楚 不要在那边跟我讲说 我身弱要印比要跟妈妈 不是的 是批完命 我已经知道他的一个状况了 我再来根据这个状况 给他的用神 所以是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两个 他都可以来作为判断的一个依据 然而还有第三个 他就是所谓的公卫的运用 公卫来讲 这时候公卫 主妇 主母 父亲 母亲 自己 另外一半 儿子 女儿 这时候你们就要怎么去判断 就是透过五行流通 这一边来讲 他有区分 第一个是本命 本命的五行流通 看哪个公卫 被克 哪个公卫被克 这个公卫被克 可能跟祖父不好 这个被克 跟 爸爸不好 自己被克 当然了 要看他是跟什么不好 官来克我的话 那就表示跟孩子不好 财生官来克我的话 爸爸不好 这一边跟儿子不好 所以 看五行生克 公卫被克的 就是表示 一样不好 被生的 当然算是有帮助的 贝和就表示跟 该人他是一个平稳的相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各个公卫 有各个代表的人 你就透过 五行流通 去看 然而 这边有分为本命 本命是 你本来的特质 就是说我本身跟谁 本来就比较不好 另外一种是透过大运 流年 他进来造成的 这一种的现象 是这个大运 的这个年 我跟什么人 会差一点 所以各位 你就会很清楚的了解 就是说 其实在关系上的判断 一般来讲 这三种方法 他要同时的去参着 不能够只用单一种 因为你用单一种 会变得很偏激 就像我本人 我本人是破财 我是不是要跟我爸爸 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其实 我跟我爸爸感情很好 那为什么 在我的八字里面 我的父亲这一边 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 而且各位 他还会来生我 他还会来生我的情况下 其实就表示 其实爸爸对我来讲 感情算不错 但是因为破财 所以他对我的帮助不大 还是要靠我自己 你就可以透过这几种的方式来判断 这样子才会是比较贴近于现实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有的时候跟爸爸很好 有的时候跟爸爸又很差 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跟这个人很好 有的时候又跟他很差 然后又莫名其妙又好 就是因为他会有这一种的变化 所以当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人的感情并不是一辈子不变的 其实他是一直在变化当中 因为五行流通 只要黏一变 就整个会不一样 这个就是在五行派里面 他透过这一些方式来判断 你跟亲属间他的关系为何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